來 地表最強媽媽 漂亮喔 好 謝謝大家 我跟你講我沒有臉皮這麼厚 我不是地表最強媽媽 是那個婷婷每一次她為了鼓勵我 她都說 崔燃姐你可以的 所以婷婷是媽媽就對了 她都跟我說 妳是地表最強的媽媽 對 所以這個是因為 這個封面她幫我做的啦 所以才會這樣子寫 才會這樣子寫 對對對 然後我要分享一個是說 就是為什麼一個媽媽她會成為記者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就是連智慧型手機都沒有的人 那在2012年的時候 那那時候其實說這個新媒體對我來講 其實我是新媒體的絕緣體 因為我覺得那根本不關我的事 應該是你們這些年輕人的事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是大家可以叫我翠蘭姐 那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剛剛說過了 那一個這樣的人要怎麼樣可以 好那一個連智慧型手機都沒有的人 他怎麼可能可以做新媒體 這是很奇怪的事 那我自己是東武大學經濟系畢業的 那現在是城市新聞的數人記者 好那所以我為了要怎麼樣 就是要加入大家 然後所以我就參加了許多的一隊 從2012年開始 那我就參加一些這個從攝影 或者是就是有其他的一些的 比如說有可能我有參加一些設計 或者是有一些許多的像有企劃的 有影音的各方面的 反正只要城市新聞就剛那個 只要是彩虹天堂他那邊有辦任何的一個 好像他的營會 我幾乎是每一會都參加 參加到那個舉辦的人都說 翠蘭姐你可不可以不用參加 沒有啦 是因為他覺得我參加了很多這樣子 所以那我為什麼會加入城市新聞呢 就是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加入他們的一個行銷的團隊 那有一次是因為要分組 然後他就講說有的人有兩個組 一個是企劃組一個是就新聞組這樣子 那因為企劃我之前學過了 就剛說你不用再來參加那個 那我就理所當然的我就去了新聞 那所以這樣子誤打誤撞呢 剛剛那個主持人講的 我就是那個誤打誤撞的 然後結果這樣一學呢 就是學了一年 那所以在城市新聞 在2013年的時候7月22 就之前的那個前主播白思琳老師 那他就教我們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的裡面 我們就從一個L1到L5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對我來講其實很難 因為你們可能是一出生你們就是接觸這個 可是我是連智慧型手機都不用 我還記得我參加第一堂的媒體營的時候 坐在我旁邊的人 我問他說就是FB 那個要怎麼連線怎麼樣 然後連線 問到他有點煩 他第二天因為那是三天的營會 第二天他就不要坐在我旁邊了 他就去坐邊的地方 你就知道真的是完全的不會 然後L1到L5的時候 其實他一開始也是會 所以就從簡單的到比較深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L1其實還好 就是你每一次都來聽這樣 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上班族 因為我們上班的時候 可能來趕來都大概七點半 然後大概上兩個小時的課 可是後來因為你知道嗎 就不會一直只是聽 新聞是不可能只是聽 一定要做在做中學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要交作業 面臨到要交作業 那交作業真的就很痛苦 其實像婷妮他們 等一下你聽他們分享就知道 他們是本來就有稍微有一點經歷的 可是像我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沒有的 那兩個人一組 一個人負責寫文字 一個人負責採訪 重點是要把一個 好像是一分半保的一個新聞要做出來 那其實我到L2的時候我就想要放棄 我每次跟我的團隊我都跟他講說 那我們要不要今天請假好了 不要去好了 因為他每一天都會播說 這個人他拍的影片是怎麼樣 大家就會分享 然後老師由我們拍攝的過程的裡面 去調整我們的新聞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就是從這樣子走過來的 那好不容易到了L5 後來真的不知道 這個當中其實很多次都想要放棄 然後包括後來你還要學學機器 要架腳架 那些其實都很難 但感謝程式新聞的團隊 他都不斷的就是幫助我們 然後老師也這樣子讓我可以 就是說到最後真的是 我們我還記得我們那一班 好像是100多個人還是多少 然後到最後結束畢業 好像就十幾個人畢業 那我就是其中L5可以畢業的 感謝 然後那後來的話 我們就這就是我們程式新聞 就是後來我們就真的開拍了 然後這是我們在我們的主播室裡面的 那我們第一次的第一集開始 那接下來那個戴那個白色 那就是我從來都沒想到 我可以進到那個音控室裡面 然後這是後來第二集 那婷婷每一次她都是主播 還有那個Lindy也是 好 那所以在這過程的裡面 我就參加了許多的那個 也透過實際上的去採訪 然後真的是走出去 那這個是後來是因為我們後來城市新聞 她又有她又有有有有交我們直播 那我們就嘗試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當然說要走出去 結果我就是因為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而已 那我就說我就教大家說怎麼樣把一包30元的那個 那個她其實是水餃 可是你把它加她的關東煮的湯 然後到最後做成就是一個這個 沒想到爆紅就變成湯餃 然後就很多人 很多人都去嘗試 很多人 我有一天真的很誇張 我都不認識 有人告訴我說 欸我認識你 我說奇怪 你怎麼會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我說有啊有啊 你不是那個水餃 我是想說我是怎樣 然後後來又 我又去西門町一個成品的那個裡面 然後就是去找一個人的一個朋友 她說去找她朋友 我就跟她去 她說欸我認識你 我說哪裡 你不會不認識你 結果她說 有啊我們群組裡面 然後有人就播那個影片 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蠻妙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哇賽 這個好像那個新聞 媒體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然後這個就大 那時候大概有五千多人看 就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就是 那我因為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很快很 就是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學校 我去跟學校談合作 所以我一面當學生 一面當老師 我就進到學校的裡面去呢 去跟學校談 因為那時候在大概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學校 她都還沒有什麼新媒體的一些概念 那我們就把這個概念去跟學校講 所以就進到新中高中 然後去什麼 就是幫他們成立了媒體服務隊 那這些就是我那些年代的一些學生 就從幫他們創立第一屆的媒體服務隊 到現在已經有到第六屆了 在2月3號的時候 我們還要在一到六屆的都要一起交流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就帶他們去 然後那個學校也讓我在裡面就是開課 那也交了就一個一年的話 就是有兩班這樣子 然後有兩年的時間 然後另外在那一年最忙的時候 就是還有去這次社團 就學校的那個社團 然後在經理女州也剛好有機會這樣子 所以那之後的話就不斷的帶那些學生 他們去到甚至我後來就幫他們帶著帶著 我就讓他們去參加了一些的營隊 那這些都是我們之前去也辦了 幫學校辦新聞營、媒體營、微電營 還有帶他們去電視台的參訪這樣 那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過去 如果我沒有加入城市新聞 其實我的生活沒有這麼精彩 然後也不會有這些經驗 那最後就是我第三個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那很感人的是因為後來做專題報導 那老師希望我們可以這樣子的一個去把它報導出來 那這個就是剛剛Lindy講的 我們那時候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是因為這一個學生 跟她的家長她是什麼 她是一個就是市長的 那等於是她可以教導出一個很好的孩子 而且讓她上了她是新東高中的榜首 她就是台大機械系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因為這樣子去做一個報導 然後就發現說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新聞 我們可以把這一些的人感人的故事 透過我們的講解可以把它報導出來 那而且我做這一支最難的時候是怎樣 是因為這爸爸她眼睛瞎掉 你很難叫她說因為這已經發生了事 那怎麼樣表達出來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這裡面我覺得最難的一件事情 但你就要想辦法把這個透過你的故事把它講出來這樣子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堅持的愛忙爸爸教出明亮煩心 那最後就說我要跟大家就是真的是 好好的感謝我們的城市新聞 因為如果像我這樣子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其實都沒有什麼背景 那但是就憑著在城市新聞裡面的一個訓練 那我可以有這樣的經歷 那我想說如果像城市新聞 就是可以把我們這樣訓練出來 那我想說大家一定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記者 那最好的平台就是什麼 加入我們那個城市新聞辦的下兩個禮拜的 一支麥克風 那他真的可以你可以用你的觀點去翻轉這個城市 而且是把你把那個感動人的故事 而且把那個你想要好像關注的議題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把它講出來 那謝謝大家也謝謝城市新聞的團隊 所以在許多的方面 然後都給我很多的幫助 對謝謝我們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蔡南姐 非常精彩的分享 哈囉 謝謝蔡南姐